风云双三兄弟合谋对付熊霸 却被小人断浪出卖 导致熊霸得知消息杀上门来 三兄弟陷入了危机之中 随后在熊霸的命令下 天双唐父唐主杨真和文丑丑被带了上来 熊霸要秦双三人知道 背叛他熊霸是什么下场 文丑丑半辈子对熊霸鳄于奉承 如今在临死之际 终于做了一回真男人 熊霸一掌解决了文丑丑和杨真 又抓来了凤溪村的村民 这些村民和聂锋的关系非常要好 聂锋连忙出言向熊霸求情 承诺只要熊霸放了村民 他绝不会联手两位师兄与他为敌 熊霸如今胜券在握 摇头拒绝了聂锋 一招三分归元气杀死了所有村民 这种行为彻底激怒了聂锋 聂锋正要出手之际 暗中的布京云却猛地冲出房间 欲要杀熊霸一个措手不及 熊霸仓促之下用出牌云掌 竟是抢先出手的布京云落入下风 布京云指责熊霸的所作所为 就连禽兽都不如 他定然要熊霸血债血偿 熊霸则是更加愤怒 布京云杀死了他的儿子 他恨不得将布京云碎尸万段 今天正好了结所有恩怨 秦霸和聂锋文言走上前来 准备联合布京云对付熊霸 熊霸见状大笑了起来 命令其他人不准出手 他要亲自铲除这三个叛徒 随后熊霸以一敌三 与风云双三兄弟展开激战 别看三人各个武功高强 可他们武功都是熊霸传授 熊霸自然知道克制的办法 所以即便是三人联手 也依旧奈何不了熊霸 熊霸也没有多做纠缠 很快用出了三分归元气 熊霸的三分归元气一出 局势立马急转直下 无数的石板砸向风云双三人 三人疲于应付被石板击中 纷纷往后飞去受伤不轻 熊霸却并未趁胜追击 而是来到秦霸的身前 质问秦霸为何也要背叛他 秦霸的话音刚落 不惊云和聂风走了出来 三人大吼着攻向熊霸 聂风率先充当主力 施展风神腿踢向熊霸 熊霸轻描淡写便化解了攻势 紧接着幻部晶云表演 却直接被熊霸一掌打伤 聂风与不惊云相视一眼 双双旋转着月上半空 形成了两道黑色龙卷风 竟是施展出了魔科无量 眼见熊霸的三分归原器 弓向布晶云 聂风猛地上前将其推开 替布晶云挡下一击 双眼煞时间传来剧痛 眼前一片漆黑 看不清任何东西 熊霸补刀凝聚三分归原器 准备将两人送上西天 秦霸健壮从身后抱住熊霸 催促聂风两人赶快离去 随后用优弱的性命相威胁 不准熊霸对两人出手 优弱可是熊霸的逆龄 熊霸被气得火冒三丈 另起魅力将秦霸阵飞出去 秦霸也因此断掉了一条手臂 看来这是熊霸的恶趣味 很喜欢弄断徒弟的手臂 再看不清云背着瞎眼的聂峰 心中担心起秦霸的处境 如今秦霸和聂峰舍命相救 化解了他心中所有的芥蒂 不清云放下聂峰 想要回去救援秦霸 却因伤势过重晕倒了过去 叛徒 你把优弱怎么样了 你以为我回上你要背骨吗 我只是叫他去 死于安 等聂峰 听到优弱并无生命危险 熊霸心中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而后带着纸探花等人 沿着血迹追杀起灭蜂两人 可等熊霸来到两人晕倒之处时 两人早已消失不见 似乎是已经被人救走 而救走两人的不是别人 正是出卖他们的断了